在高雄大雨不斷 目前最新状况 凤山的青年路跟中心路口 已经淹水淹到一个轮胎这么高 而机车骑士涉水而过 有人的机车呢因此都抛锚 连线记者黄佩如告诉大家 佩如请说 好主播虽然苏力台风已经远离 但是高雄市区一早呢还是大雨不断 不少的地方呢都传出了积水的情况 而目前呢高雄的凤山行政区可以看到 积水最深的地方呢已经淹到膝盖这么高了 不少的用路人呢一早呢骑车的开车的 都是卡在这个路口 有人呢索性绕道了 有人呢是冒险的用牵的让这个机车呢 牵过这个积水的路口 就是怕这个爱车泡了水之后成了跑毛车 而其实根据这张气象局统计呢 从临时到现在凤山的累计雨量呢 是达到了116毫米 雨量破百呢这个雨量同时也是位居全台之冠 其次是新兴区的98.5毫米 左营跟新兴区也都分别降下了83毫米 前镇区也有79毫米 而这些累计雨量呢都是全台累计雨量的排行榜前10名当中 而高雄市区目前呢雨是一阵一阵的 尽管呢暂时呢雨是暂缓了 但是呢积水的情况呢 还是提醒民众要多加的注意 外出的时候呢最好还是先询问一下 路况免得呢卡在半路当中 雨上现场情况再把镜头交还给彭内主播 好你可以看到目前呢 在高雄市下起了滂沱大雨 而且整个淹水极西啊 目前来自现场最新状况 我没有逮换的 说完 感谢观看